热点时评 中国官方疫情数据失真 不透明性引发外界担忧 作者 若林大甫 克莱尔福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 若林大甫是纽约时报驻亚洲商业记者 常驻首尔 克莱尔福在首尔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大陆的新闻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正文 自从中国上周180度急转弯 放松了新冠清零政策以来 政府一直在竭尽全力让公众相信 国家能经受住解除防控措施的潜在风险 并能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重回正轨 政府对疫情曾经悲观的预言已转变成极为乐观 国内新冠病毒方面的一位主要专家说 疫情正在进入最后一城 很快会变成一种可控制的季节性疾病 另一位著名的中国流行病学家则预测 新冠病毒将在一个月内达到感染峰值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著名新闻主播宣称 我们正式迈向了结束疫情生活的道路 官员们纷纷表示 新冠病毒最新变异株的致病性已经降低 国家有充足的医疗准备 能防止出现最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有这些保证 中国在未来几个月将发生什么 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可靠 让人们难以判断中国政府应对正在出现的一波 新冠病毒感染浪潮的做法 政府在尴尬地放弃了标志性的新冠清零政策后 要挽回面子的想法 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加难辨 已经有迹象表明 中国正在动用宣传工具来强化一个信息 即国内局面已得到控制 由于缺乏可靠的信息流动 来自国外的企业和投资者 只能猜测中国经济复苏将需要多长时间 就连中国目前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很难回答 因为政府放松了大规模核酸检测的要求 允许在家使用抗原检测的人自愿报告结果 中国周二通报了2291个新增确诊病例 这个数字是取消大规模核酸检测要求之前 每天通报的约3万个新增病例的领头 国家卫健委周三表示 将停止通报无症状感染者 今后的确诊病例数注定会偏低 因为以前的确诊病例中 核酸阳性的无症状感染者占大多数 通报的感染病例降低 与阳性人数激增的传闻 以及医院里挤满了后诊者的情况不符 随着检测政策的变化 全国许多视线正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传播 非必要不检测的口号 官方的统计数据毫无意义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说 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 中国的一些统计数据超出了合理的界限 中国称 自从6天前放松了新冠清零政策以来 还没有出现一例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 相比之下 美国仅在周二一天 就有469个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病例 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起 病毒学家就一直怀疑中国官方通报的死亡数据 对中国医院定义新冠病毒死亡的方式提出了质疑 病毒学家说 其他国家的标准是将感染了新冠病毒后死亡的人 都包括在死亡病例统计中 但中国的官方数字不包括这些死亡 中国医院通常将这些人的死因 归于已有的基础病或慢性病 例如癌症或心脏病 漏报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的国家不只是中国 但中国的数据尤其让人难以捉摸 政府通报的新冠病毒重症病例数 只给出与前一天相比的变化 不报病例总数 中国周二通报的重症病例比周一多三例 缺乏新冠感染病例的可靠数据 也让人很难评估恢复经济将需要多长时间 全球的经济形势看来并不乐观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都有出现衰退的可能 这会损害对中国商品出口的需求 中国的出口通常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可靠支柱 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实行新冠清零政策时 人们曾面临着什么时候会被封控 会被集中隔离无休止的威胁 让购物者不愿去商店购物 让人们不能出门旅行 也让民众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不愿外出就餐 尽管现在已允许人们自由出入 但民众仍对未来会发生什么非常惶恐 北京一家销售进口手工服装的店主郑景荣说 他不打算重新开张 因为仍然没有顾客光临 我现在的感觉是 大家都害怕便扬 胆小的人不敢出门 他说 虽然中国放松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 是个良好的开端 但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支持普通人和小企业 郑女士说 目前还不确定 日本券商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婷表示 他对中国经济会很快复苏不太乐观 因为他预计 感染激增和不堪重负的医疗体系将继续给经济造成破坏 他还说 预计被压抑的需求对明年经济的刺激作用会相对较弱 因为近三年的风控已耗尽了中国许多家庭的积蓄 在一定程度上 笼罩在中国如何走出新冠清零头上的不确定性在于 没有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如此迅速彻底的改变做法 中国从竭尽全力遏制新冠病毒到学会与病毒共存的转变 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 执行了很久的规定 每天都在变 从上周开始 无症状或轻症感染者不再需要住院治疗 政府取消了禁止药店出售感冒药和止痛药的所有限制 导致药店的退烧药 甚至一些中程药被抢购一空 中国周二还停止了行程码的使用 那是一款政府为了评估人们接触新冠病毒的风险 用来跟踪人们旅行的手机应用之一 两个月前 很多人走上街头抗疫政府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的活动还没有发生 那时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表示 因为新冠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严重风险 有必要对病毒展开一场全面战争 整个防控系统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消失 令人大为惊奇 伍德克说 这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我不知道 爱丁堡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马克·伍尔豪斯表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去年放弃他们追求的清零目标时 他们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 是因为他们已使用有效疫苗开展了有效的疫苗接种计划 但对中国情况而言 疫苗的有效性和接种计划的有效性都值得怀疑 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 大约三分之二打了疫苗加强针 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只有40%打了加强针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打加强针对中国国产疫苗至关重要 因为国产疫苗使用的是灭活病毒 已被证明不如使用新的mRNA技术的外国疫苗有效 中国政府周三表示 将在感染高风险人群 60岁以上老年人群中 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疫苗覆盖范围不广 缺少高效力疫苗 有引发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可能 吴尔豪斯说 朱燕在四川省旅游圣地琼海湖畔 拥有一家小旅馆 新冠病毒防控措施曾让她的生意受损 她说现在仍没有游客 因为人们害怕感染病毒 尽管经济和生意的恢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她说她至少再次感到了希望 现年40岁的朱女士说 她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群体免疫 让生活恢复正常 事实上她希望自己能快点养 因为她觉得最好早点感染新冠病毒 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关在家里 永远关起来吧 朱女士说 该来的总会来的 逃不掉的 大家必须走这条路 每个人都必须迈出这一步 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才能正常 全文完